很多人为了求财运会去拜财神爷 像是艺人呢 余小平、邱欣怡 其实都曾经到新北市石门这里的一间财神庙 去参加拔杯大赛 说余小平还获胜了 成了年度的卢主 把神明给请回家 他的妈妈李亚平就说了 很灵验哦 因为他打麻将都会大赢 连朋友都来拜 再简单不过的拔杯动作 现在每一次丢下去都得斤斤计较 因为这间财神庙的拔杯比赛 胜杯越多就可以把财神爷请回家 余小平手里抱着财神爷 换天洗地的准备带神明回家 把神明放上车 还记得帮他系上安全带 财神爷我们要走了 我帮你系安全带 原来余小平连续八个胜杯 成了当年的卢主 把财神请走沾好玉 没想到财神的威力正是惊人 很多艺人为了求好运 都会来财神没有拜拜 除了余天一家人 就连艺人丘欣宜也当过如主 不知道球迷牌的彩迷 请不到财神爷 用看的也行 那从他们的梦境里面去解梦 或者是因为有看到他的景象 比如说有看到这个景象 他会去猜测说 这个数字是哪一个 这个号码 新陈哲林只想发财 除了拜托财神爷 自己脚踏实地 努力比较重要 最近由刘思伟高尔乡 新北市报道